最近中国航母辽宁号的花边新闻非常的多 先是被美国驱逐舰马斯林号结伴而行 一举暴露了美国官兵军机散漫的现象 后又被美国水兵禁机率拍到舰载即将落 引得那盲土包子是一阵惊呼和羡慕 据说他还在海洋岛附近定点停泊 执行机密任务 这叫做什么呢 这就叫做奇极如风奇虚如临 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那借此机会 今天咱们就好好地来说一说辽宁号 以及中国的航母到底有什么用 众所周知辽宁号上面采用的是蒸汽轮机提供动力 很多小伙伴一听到蒸汽两个字 就会联想到这样以及这样 那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 蒸汽轮机它不是蒸汽机 人家步骚煤没有那么落后的 实际上蒸汽轮机是大型船只上非常流行的动力配置 就连美国航母 尼米兹级和最新的福特级也用到了蒸汽轮机 区别就在于 辽宁号用的是重油过炉产生蒸汽来驱动气轮 竟然产生动力 而尼米兹和福特上面则是用核反应堆代替了过炉 不过这核动力的咱们就先不比 还是来看常规动力的吧 目前辽宁号和山东号用的都是苏联时期 TB-12蒸汽轮机的改进型 每艘舰都配备了4台 并且在由8台过炉为其提供蒸汽 使用了类似动力配置的 还有俄罗斯的库斯涅佐夫号 和印度的超日王号 其实辽宁号跟这两艘舰体 说到底应该能算是姐妹舰了 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同病相连 蒸汽轮机的优点是技术难度低 马力大保养维护也相对简单 不过缺点同样也很明显 因为其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 燃料燃烧效率比较低 咱们都知道 航母上除了停飞机 你还得备油备弹 动力长如果占用了过多的体积 那么油料和弹药带的就相对的更少了 并且蒸汽轮机在启动之前 必须先点燃锅炉里面的燃油 让其升温产生大量的水蒸汽 用轮化来说就是烧开水了 等水蒸汽达到一定的程度 蒸汽轮机才能够启动 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 到十几个小时不等 所以辽宁号每次出海 都得预热十小时的传闻 是所言非虚的 同时配属的这些锅炉 也是个安全隐患 俄罗斯和印度的航母 都发生过好几次锅炉爆炸的重大事故 说到这里 估计很多粉红就会反驳了 说我们用的蒸汽轮机 都是经过了国产化改进的 维护水平也比毛子更好 是完全不逊色于美国航母的 咱们不吹不黑 中国重油过炉的水平 的确是世界第一 所以辽宁号冒白烟的时候 明显是比冒黑烟的时候更多的 并且根据以往的资料 其气纹技术的保养水平 也是比俄罗斯高出了好几个段位的 但这个东西吧 就好比你有一台山崩子 你再怎么给它改进和维护 它也不会变成法拉利亚 再说了你真这么厉害 你可以脱离毛子的构型 自己全新设计一个 除外虽然说蒸汽轮机 并不是那么的古典 但它显然不是目前舰艇动力装置的发展方向了 西方国家的海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逐步淘汰了蒸汽轮机和锅炉 目前新一代的大型舰船 基本上都选用燃气轮机作为主动力输出 比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和意大利的迪利亚斯特号 因为燃气轮机的启动速度很快 燃料燃烧效率也更高 产生的动力可以直接输出 不需要用锅炉进行热能到机械人的转换 因此体积和重量都要小出很多 中国虽然也有自己的燃气轮机 比如052和055上面用到的CGT-R15系列 但其技术还是源自于乌克兰早年的DA80 整体功率是不足以推动 辽宁号这样的大型舰艇的 其实这个燃气轮机的基本构型 已经很多年没有改变了 目前的技术燃点主要是在材料科学上 所以很多的企业都已经自然而退了 进入本世纪之后 还能够持续的研发新款大功力 船用燃气轮机的 就只有美国的通用电器 和英国的劳斯莱斯了 估计说这里又有一些粉红不服了 燃气轮机算个屁啊 咱们跳过这一步 直接上核反应堆 可惜到目前为止 规划中的两艘003型航母 依然会采用锅炉 加蒸气轮机的常规动力配置 当然了 我这里不是说中国没有船用核反应堆 中国已支最大功率的ACP-100型 一体化压水反应堆 它的功率虽然是足够了 但是核燃料棒的风度极低 只有大约3% 用于水上发电还可以 但是如果用作需要高强度工作的军舰 则需要每两年更换一次燃料棒 而且每次更换的时间 据说也需要持续两年 至于说美国呢 尼米茨级是20年换一次 伏特级就说可以达到50年换一次 那也就是说 整个服役期间都不用换了呀 其实不管是要发展蓝气轮机 还是核反应堆 靠模仿别人的技术 搞逆向工程 虽然说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跳跃式发展 但如果想要让这种发展可持续下去 那最终还是需要在基础科学的领域 拥有更多内在的动力 我知道很多粉红朋友们经常会畅想 说我们就这样加速发展 总有一天能够实现弯道超车的 但问题就是 你怎么知道它会往哪边加速呢 挂挡着这只手和踩油门这只脚 可不是长在你的身上啊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航母就没有用了呢 我知道有些博主一提到中国航母 就说人家是一堆沸桶烂铁 什么舰载机数量少 华越式起飞效率差 那这个点我是不同意的 英国答案问题 人家用的也是华越式 正所谓华越航母哪家强 马岛海战早英皇 还要无敌竞技神 万里奔旗又何妨 这里再挖个坑 1982年的马岛海战 是世界海军史上唯一的一次现代化对决 而且双方从动员到决战的过程 也很有借鉴意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以后咱们可以找时间专门再说 其实武器只要有一毛钱的战斗力 那它就是有用的 关键的就在于你怎么去运用 辽宁号作为一艘训练舰 它其实是没有编入到三大舰队的战斗序列当中的 它的主要职责还是担了海上飞行学校的作用 目前看起来这个工作它是可以升任的 而三冬号才是现阶段真正的战斗力担当 得益于全新设计的机库它可以停放32甲殲-15超过了辽宁号的24架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有提到过存在舰队的理论 相对弱势的舰队只要在海上保持一定的存在 那对敌人的进攻和增援其实就是一定的牵制了 目前中国海空军偏爱到东沙群岛附近训练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用意 因为这一块区域距离东南沿海很近 处于暗机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 把舰队摆在这儿 尽可以切断台湾本岛与东沙群岛太平岛之间的联系 退坑一多广州湛江等基地巩卫珠江口近海 而再过5到8年 解放军所拥有的航母数量会达到4艘 战术空间将会更大 并且后两艘003级据说是会采用电池弹射器的 这个进度当然是很大的 比起昔日的黄水海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近这10年是中国海军爆炸性发展的10年 但是有句老话叫做十年陆军百年海军 就说操作舰载机的这项能力吧 从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间 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共损失了1万2000架战机 牺牲了8500名飞行员 才将舰载机的失故率降低到了与美国空军相同的水平 虽然船你可以加紧的照 但作战人员的素养只能是纪念累月慢慢形成的 不过话说就算是造船 别人也不会停在那里等你 目前福特级和003级的建造周期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需要7年左右 但两者的工程难度显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再过7到8年 美国也会有3到4艘新的福特级路易 原本11艘全核动力的航母舰队会扩大到12艘 就是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对付美帝这个指导苦 是不是还得靠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呢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 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与来犯之强敌殊死一战也未尝不可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海军也能够成为一支国家的军队 那么对于所有人而言都会是一件信誓吧 当然以现在这个状态呢 中国航母们的历史疏命可能已经是注定了的 毕竟他的首要作战地域既不在台海也不在南海 而是在中南海 我快舰能够参与海战的只有八艘 其余船只只能供运输和操练之用 一旦海上交锋 恐非胜算 不是远东第一强大之舰队吗 怎么会变成只有八艘能作战的军舰了 又怎么连日本人都打不赢了 据臣所知 北洋水师和日本海军的力量当在伯仲之间 李中堂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 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吧 皇上 我北洋水师并非权不能占 但攻守之道贵在知己知彼 既然我的传送慢 已知进攻则不能制敌 但是我的传大 用于自首则绰绰有余 臣的意思是 是舍我之短 仰我之长 一旦战事大开 我应保传制敌 保传制敌 李中堂是为敌如虎吧 传慢一点怕什么 我与倭寇之战 比虚我直 理直者气壮 气壮者斗志昂阳 以我斗志昂阳的正义之师 占于师道寡助的无耻之徒 怎能不稳操胜券呢 这敌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 不光是皇上 就是水斌和列勇 都斗志旺盛急于请战 对 林大人说这话就差了 皇上不知道 可你总该知道吧 我军以敌人在技术装备上的 真正实力对比 盲目宣战 是要吃大亏的 太人你们别争了 越争越乱 丁军们 您说句话 我们听您的 对 对 听皇上的 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